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哎呀 别推货呀 亲呐 是因为那个差评的事儿吗 哎呀 喂喂 那都是一场误会 你放心 亲 喂嘴 喂 那个我保证 亲 喂 喂 一个差评当务多少事儿啊 今天要非把它消了不可 202就是这家 是你 是你 小豆包 大漂亮 怕什么来什么 你是来跟我道歉的吗 道什么歉呢 咱们四合院拆迁那天 你的鸽子组团 在我车上拉肚子的事 五年前的事你怎么还记得呀 不就在你车顶上拉点粪吗 你擦它不就行了吗 我开的是敞盆车 更要命的是挡风玻璃上 全是雨刷器这么一刮 磨的那叫一个均匀 出胡同口 我就撞一三蹦子上了 什么 我那三蹦子是你撞的 这三蹦子是你的 对不起 对不起 你怎么不在上面呢 我找这元凶 整整找了五年了 没想到原来是你 你说你讨厌不讨厌 我讨厌 咱俩一个院住了三十年 你每天早晨起来练唱歌 中午练霹雳舞 晚上敲架子鼓 生命不息 你是扰民不止啊 我都纳了闷了 这么些年我就没见过你有个正经工作 我办家子鼓培训班 这不算正经工作吗 哎呀 你那个培训班办的 六年就一个学员 那人还是你媳妇 我还唱歌呢 哎呀 你那个歌唱的 跟吃了塑料袋似的 哎呀 那我跳霹雳舞也挣钱呢 哎呀 你那个霹雳舞跳的 离远了一看还以为衣服件疯了呢 我不跟你说了 我不是找你的 我走错门了 我是来找一个叫王铁塔 削差评的 什么差评啊 网购 网购是那差评 打电话他不接 发短信他不回 非得比我亲自上门来求的 再见 不 再也不见 刘布 不了 我就是王铁塔 你怎么能叫这么一个网名啊 怎么了 大夫说我缺铁 那个大漂亮 对不起了啊 看在咱们三十年老街坊的份上 你就把那差评给削了呗 我要是不削呢 你要是不削的话 干嘛 用炮轰我呀 我哪敢轰你呀 你不轰我就不错了 这是我给你做的锦旗 哎呀 你看 塔哥放一巴 铁大亲我马 怎么念的 铁塔大哥亲放我一马吧 这是锦旗啊 还是聊天记录啊这个 不认挂着啊 你别给我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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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挂你挂 得得 我这就算挂了 对对不起 对不起啊 对不起大漂亮 我们开一个网店特别不容易 你知道一个差评对一个店主来说意味着什么吗 那就好比我跳进游泳池里 那是灭顶之灾呀 就你 扎西脸盆里也够呛 我就不明白了 这么点小事 你至于给个差评吗 小事 我明明定的是一条黄裙子 为什么寄来一条紫裙子 颜色错了 可以换吗 换 这么好看 为什么要换呢 好看 你为什么给差评啊 我明明定一条黄裙子 为什么寄来一条紫裙子 颜色错了 可以换吗 这么好看 为什么要换呢 好看 你为什么给差评啊 我明明定一条黄裙子 停 停停停停 停停 哎呦我的妈呀 别绕 绕得我脑子都疼 大漂亮 大漂亮 如果你把这差评销了 我给你们家干活 我干活 你擦两下灯我就答应你 我是阿拉丁啊 你们个别开网店的 太不靠谱了 夏天我买了一件游泳衣 绿色的 下水它就掉色了 我刚游了半圈 就听岸上有人嘀咕 嘿 瞧那大姐还油呢 累得胆汁都吐出来了 嘿 质量太差 应该给它差评 我善良 我忍了 可上个月 我买了一个床头灯 声控的 该睡觉了 我就说灭灯 灭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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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亮着 亮一夜吗 后来我换了个口令 它灭了 你喊的啥呀 老公拔茶销 太坑人了 给它差评 我善良 我又忍了 可前两天 一个商家又给我寄错了东西 你说 茫茫人海 这么多柔软的女子 干嘛咳着我一个人坑呢 不能再忍了 不忍我怎么办 给它差评 对 我就给了它差评 痛快 然后呢 然后那个商家就在这擦灯呢 大漂亮 这个网店是我跟我儿子联合开的 这也算是互联网创业吧 那个我儿子学服装设计的 专门为你们这些老年 谁老年 老年轻老年轻 上了岁数小姑娘设计服装的 我还是老年吧 哎呀 哎呀 我来不及了 我得走了 我赶紧给你把差评销 你来走 谢谢谢谢 那个什么 那个大漂亮 这还有几句话你念的 澄清一下 麻烦了 麻烦了 来来 听我口令 预备 开始念 我是买家王铁塔 近日错把差评党 分不清楚紫和黄 只因我是大色盲 讲究 讲究人 小差评是按红的还是按绿的 按绿的 按绿的 你干嘛按红的 只因我是大色盲 你是故意的对吧 我不是故意的 我是诚心的 赶紧走吧 赶紧走吧 我还得去参加喜马拉雅摩托大赛呢 喜马拉雅 如果你不消这个差评 我让你赶不上飞机 你信吗 比赛就在楼下 我们小区叫喜马拉雅 敬酒不止吃罚酒 当心我要你好看 那你多余了 我已经好看的不要不要的了 好 既然你这个态度 我就住在你们家不走了 什么时候消 什么时候我走 嗨 耍无赖是不是 撑 我这就给客服打电话 我童诉你 能能能咋的 关你网店 大漂亮啊 大漂亮网店不能关的 你别管 你要关 我就关你 你套秀掉了 这是我参加比赛的衣服 那这差评消不了了吧 你太乐观了吧 还惦记差评呢 我这都 一只独秀了 我也不告诉你了 太好了 我报警 别报警 别 别报警 我走 我走还不行吗 蔡队长 小高主任别着急 别着急怎么了 我能不着急吗 您这衣服您热了 我这 我 你赶快说什么事吧 那个咱们小区摩托队 那八套服装刚刚送到 可是 我明明定的是L号的 结果送来的全都是 叉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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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穿上 大妈全变大妈带了 还用半个小时就比赛了 怎么办呢 怎么办大妈带 冷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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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回去 稳住大妈带 稳住大妈们 我来想办法 好 那我先走了 怎么办呢 冷静 冷静 冷静一点 我有办法 你有什么办法 我跟我老伴打电话 两个老伴 这是我老伴 这是我儿子 老伴 稍等一下 儿子 赶紧去咱们家库房 挑拔套L号的礼服 交给你妈 老伴 拿到礼服之后 火速送到喜马拉雅 什么爬不上去 送到喜马拉雅 小居 儿子 这事十万火鸡 老伴 十分钟之内 必须送到 快 这些我的命令 搞定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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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通了吗 你吹呢吧 十分钟之内 肯定送到啊 来来来 你赶紧坐下 坐下 干嘛 我把你套袖 给你缝上 你会吗 你还我会吗 还随身带着针线 你以为创业那么容易啊 啥活都得会干 小心别扎着 我不怕扎 我怕你扎着我 就你这个人吧 你你挨挨 就你这个人哪 你挨挨挨 你这是放风筝哪 你把那线弄短点 不就完了吗 呀 这样不省事吗 就你这智商 在网店也就打个包吧 不止打包 我还打字呢 我还在网上 负责跟客户聊天 就你 打字特慢吧 想打个新年好 等发出去 该吃月饼了 打字慢是最好的 关键总打错别字 闹出老多笑话了 有一回一个老太太 第一次网购 我想说 您有什么问题 随时问我 结果打成了 您有什么问题 随时问我 这不逗手 我给你讲个逗的啊 有一回一个老头 为了老伴 乡中了一套衣服 他网眼里没有钱了 我想说 您能获到付款吗 结果打成了 您能活到付款吗 这个也不逗手 我给你讲个绝对逗的 还有一回啊 不是我还没说呢 你笑什么呢 随时吻我 这反应有失差呀 这反应 笑死我 不管怎么说 自从开了这网店之后 我就像换了个人儿子的 以前是成天混日子 越混越没劲 现在呢 虽然真的很累 但累得非常充实 以前街坊邻居都不待见我 现在天南海北的朋友 都给我打好评 为小新一不留神 就赢来了开店以来第一个差评 要谁这么讨厌呢 要我这么讨厌呢 这也不能完全怪你 首先是我们的错误 我再次给你道歉 大漂亮 对不起了啊 火挡付款 火星的时差呀 太队长 太吓人 太队长 躲过一劫呀 怎么了 怎么样怎么样 太神奇了 咱们的服装都解决了 有一个阿姨呀 送来了八套 特别漂亮的礼服 这一穿上 大麻袋又变回大模特了 蔡队长 您太厉害了 不不不不 不是我厉害 是她厉害 这还有一人呢 小刀包 这个差评 我给你削了 不光是为衣服 更重要的是 为你这个人削差评 而且以后 我给你网店 免费大模特 太好了 比赛马上就开始了 蔡队长 咱们快走 对 应不应不 我可以去啊 我可以站着 不是 我倒是 我可以照项 就等人了 真实 我 走了 不对 我老邻居在里边呢 对对对 我 人呐 什么时候走的呀 哎呀 差平息呀 我那鼻子肿了 等我一会 哎呀 等我 为什么呢 没说就只背楼板着脸呐 打败你的不是天真 是吴席 公司总 战斗 最后一天 一定一走一点木设的好 老公 你到哪儿了 老婆 我到家了 你又去哪儿了呀 这不给客户小家店去了吗 就知道给客户休假店 大过年的还往外面跑 咱家冰箱坏了这么久了 什么时候能指得上你呀 你看你看又来了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我们公司的员工啊 外地的居多 大过年的 给他们放假回家过年了 只能我这个老板 冲到劳动第一线了 谁让咱是暖男老板呢 得了吧 你暖男 你有咱家冰箱暖吗 我跟你说 咱家现在取暖 基本靠冰箱 里面的鸡蛋啊 都快捕出小筋了 正好 开个养鸡场 哎呀别贫了 赶紧修吧 修完还得上咱妈那儿过年呢 哦对 我得抓紧修 修完呢 赶紧走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过年好 快递小桥走上台 大年三十我取件来 桥庄打扮天喜气 祝愿大家好运来 不说了 我得干活了 谁呀 我还有PE不要济山去 估计是我交的快递来了 接新春快乐 哎呦 小桥 怎么这身打扮呀 这不让您开门就见财神吗 真有心 要不说啊 你是优秀员工呢 我工作呀 必须严谨 来小桥 快进来 哎 赶紧啊 帮姐把这个打包了 我再进去收拾一下啊 好了姐 什么事 这冰箱怎么这动静 是不是坏了 正修着 哎呀 你是送快递的啊 穿得像唱大戏的 你是修家电的啊 我看你像张飞变的 哎呀 兄弟你聊天挺会抓特点的 怎么大国年也不休息吗 您这不也没休息吗 干咱这服务行业的呀 只要客户召唤 必须马上出现 说得太好了啊 辛苦了 来 等一等 你给我吐了 干啥呀 你干啥呢 我喝饮料呢 从哪拿的呀 冰箱里呀 你修冰箱的 就可以随便喝里面饮料啊 你要是修下水道的 那里面的东西 就随便爬了呗 兄弟你说话怎么那么埋着呢 不是埋着 你喝人饮料 你不跟人打成招呼啊 我还用打招呼吗 你妈呀 你多小孩大得咧咧的 真以为自己是张飞呢 你说你这人 我好信好意给你拿瓶饮料 然后你说 那行啊 大国年的都不容易啊 这事啊 我替你扛了 他替我扛了 我明白了 他呀 真把我当成修家店的 兄弟啊 跟你说实话吧 我呀 其实是 小乔 你在干嘛呢 我跟他说两句话 你冰箱修好了吗 没有啊 没修好聊什么 小乔赶紧修修完好走 修修修 小乔来 还有一箱 姐 今天我在工作中 出现不严禁了 怎么了 刚才渴了 没忍住 在冰箱里拿瓶饮料 给喝了给 小乔 不是我说你啊 你还真把自己 当外人了 那饮料冰箱里 有的是随便喝 桌上的花生瓜嘴 随便嗑 大过年 那跟你瞎嗑气啥呢 快点 小李逵 不是张飞吗 怎么又赶李逵来呢 这不都有胡子吗 看看没有 关系不到 别喝饮料 关系够铁 才能叫姐 明白不 听这意思 他俩关系挺铁呀 不是一般特殊 那我倒要问问了 怎么个特殊法啊 你想知道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得着吗 这人你说 他是咋回事呢 你不不说吗 我憋不住 实际 我负责这片小区 我姐是个爱心志愿者 经常寄件捐东西 熟了以后 我每次一来 我姐就给我倒杯水 给我拿条手劲 让我擦擦汗 没听出哪特殊了呀 这还不特殊啊 这说明啥知道吧 这说明啊 我姐心里有我 她心里有你 不光有我 还有很多人的 她心里老能装着别人 要不然呢 能陷那么多爱心吗 那倒是 可惜了 这么好个女人呢 家里也没有个男的照顾着 可惜了 不是兄弟 你干净啥说 这家里没有男人的呀 哥 我经常来 就没见过男的 我这么跟你说吧 你呀 是我在这家里 见到过的第一个男人 那就对了 被严禁了 哥 你是第二个 第二个 对 那头一个是谁呀 想知道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得着吗 还是打开身呢 我就知道你得回来 我憋不住 憋不住 那天呢 我过来收件 我姐一开门呢 我一眼就发现 有个男的赤裸裸的 就躺在沙发上 赤裸裸的 妈呀 又被严禁了 还搭了条一斤 那可有什么用啊 那个 不是 后来我一打听 我才知道 原来她呀 是她家邻居 你看你不说清楚邻居 过来 邻居也不行啊 邻居啊 不是 人家的理由贼合理 家里瑞系坏了 上这儿洗个澡 她家热水器就爆炸 她也不能上这儿洗澡了呀 是呢 后来呀 就让她妈呀 给抱走了 她 她 她妈 她还给抱走呢 对呀 一个两岁小男孩 这么高吧 横竖一边宽 体型跟你差不多 跟谁差不多啊 小男孩你不说清楚了 你吓我一跳 吵什么玩意儿啊 那小男孩 不是男的呀 是的 郭剑你形容这玩意儿 形容得太不严谨了 不用你说我 就愿你在这儿瞎打听 不是我瞎打听啊 你那玩意儿说的 太引人入胜了 潘家引人入胜的事多了 我还劲儿劲儿跟你说呀 兄弟 你看哈 刚才哈 经过跟你的攀谈 我发现你这人挺严谨的 必须的 那你再严谨点 跟我说说还有没有啥 更引人入胜的事 你想知道啊 我跟你说啊 姐 她偷懒儿 偷的快 你往我的 别别别 这是个什么形象 站着 你 这什么意思 她是不是对我姐 有什么想法啊 不行 我得旁敲侧击地问问她 我说 小沙僧 不是张飞李逵吗 怎么又改成沙僧了呢 你们哥几个长得连馅 你修你的 你别管我了 来你修你的 我问几个问题 问 这冰箱修多长时间了 妈呀 这冰箱啊 坏了就有半个月了 这过年吃饺子 你喜欢吃肉馅的 喜欢吃素馅的 素馅的 肉馅的太腻了 你觉得 我姐长得咋样啊 水链 相当水链 看没看着 果然对我姐有走图 不行 我不能走 我必须得保护好我姐 小强 来 最后一箱 打包算账 这 这 这 你放点 姐 过来 我不能走 为什么呀 这冰箱修不好 我就不能走 冰箱 我说你冰箱还没修好 什么时候能修完呀 不行了 今天修不好了 你说什么啊 过来 小宝玉 这回不严谨了 张飞 李逵 小沙僧的都有胡子 贾宝玉没胡子 我知道贾宝玉没胡 我就是想给你凑个四大明珠 你这不闲的吗 你 我告诉你啊 现在摆在你面前的是有两条路 第一条把冰箱修好 第二条解 换人 换人 咋的呀 你知道这咋回事啊 你就是没有职业道德 我怎么还没有职业道德了呢 将嘴 是不将嘴干这么大事忘了是吧 我干啥了 好 就你这个人品 我就没有必要帮你扛这么大的事了 姐 我告诉你个天大的秘密 刚才那瓶饮料是他喝的 怎么着 怎么着 不是 小乔 嗯 他喝瓶饮料怎么了 不 不是姐 他不过他有料事对 他对你有所图 他说你讲的水量 他刚才一问我 我自己 你别锁的笑容 你也说 姐 你可以说 姐 你别 不是 姐 这人还好撒谎啊 我问他 过年吃饺子 你喜欢吃肉馅 喜欢吃素馅的 他跟我说他喜欢吃素馅的 你瞅得那个横竹一边宽的体型 才能不吃肉的吗 这也是个理由啊 这个 姐 我告诉你 以后变啥事都往家里领 知道吗 一切不以修冰箱为目的修冰箱呢 这不是个好冰箱 这 我又成冰箱了呗 我告诉你冰箱 本人的工作原则就是 一旦进了客户门 不能拿钱就走人 只要客户一召唤 我就是客户的守护神 你 你别扒了我摆造型呢 我是他老公 你喝酒了是吧 是不是喝了你啊 他说你是他老公 哎呀 他是你姐夫 你听着没我姐都说出来你了 说你是我姐夫 我把你说你是人家老公 刚才进门说喝点亮也没给人打点招呼 找到你俩先量到我们去 人俩是量牛的 哎呀 哎呀 小乔 这事愿意姐啊 不是姐 他怎么能是我姐夫呢 哎 我怎么就不能是你姐夫呢 关键 我姐在我心目中是这天理啊 我是癞蛤蟆呗 不是 我姐是朵鲜花 查我身上了呗 我姐是个好白的 让我给狗了呗 不是 哎 他 你老在这费劲巴力的配合我干什么玩意呢 不是我配合你啊 你说的玩意太快智人口了 不接 我浑身难受 哎呦 我今天呢 太不严谨了 我现在的感觉啊 就像给他家那洗澡的小男孩似的 痴漏漏的就开始站着 妈妈呀 快给我抱走 抱 小乔 不行 我带不下去了姐 大乔 我告诉你小乔 你吓到人家的吗 对不起 你老婆我着急跟他说事 有话好好说吗 是是是 小乔啊 这事啊真不能怪你 姐夫啊还得谢谢你呢 通过这事啊 我发现我照顾这个家照顾的确实太少了 你姐一个人呐真是不容易 老婆 从今天开始 我要家庭事业两手装 这还差不多 要不小乔啊都把我当坏人了 没有酒 别说了 你啊好好跟人家小乔学学 他将来打老公啊 肯定比你强 那是必须的呢是 你要给谁当老公啊 哥你看你 我给谁当老公 我两个对象都没有 弟啊 小乔还没有女朋友呢 老公跟你商量个事呗 嗯 你觉得小乔这人怎么样啊 除了说话不太严谨 其他都挺好 那把妹妹叫给他当女朋友呀 还有我姐 谢你了 姐 你妹妹 你妹妹长得跟你像不 哎呀跟我像什么呀 那是你姐夫的妹妹 他们俩啊 长得是一模一样 就这么定了 外婆 妈妈呀 快给我 报送 不 买一块 小乔 买一块 大哥看房吧 七十年大产权优惠促销 买一瓶送一瓶 寄水 帅哥 您看看这个 两百平米大别墅 买一套送一套煎饼 老板看房吧 大海边的四合院 四合院里有大海 大哥 湖中间大平房 大平房中间 别瞎发呀 哥不交过你吗 你得看人需要啥 你得发啥 专制各种疑难杂志 还是没开窗 按摩保健情感陪护 哥 哥我不想干了 你当初说的多好啊 带我来北京搞传媒 这怎么发上小广告了呢 哥不给你解释了吗 这啥 传单 哪去了 没了 传媒吗 哥 你说咱发小广告一天 骚人多少白眼 我不想干了 我想回家 哥早就不想干了 臭臭 北京到哈尔滨硬座 哥你买着票了 哥排了三宿 才排着俩硬座 穿好了啊 放心吧 哥 明天咱就坐火车 回家过年请哥 还明啥啊 咱走吧 等会儿 记不记得咱前两天 让人举报刷了三天墙 就这家干子 你说他怎么跟个事 妈似的 反正咱过完年回来 也不贴小广告了啊 咱今天不发了 把这点小广告 全自己他家买份了 行 哥 走 走 哥 摄像头 伪装 喂 物业呀 我跟你们反映个事啊 这个小区的停车位 让你们设计得太不合理了 车位设计得这么窄 车跟车停得这么近 车门都打不开 多不方便 好在我没有车 还有 以后我给你们物业提的问题 你们要及时改正 我也是为了提升 咱们整个小区的品质 你小区的品质上不去 业主住着 心里多不舒服 幸亏我不住你们小区 行了 你们好好反省一下吧 模特公司 我约的那两个模特 怎么还不来 几点了 来 你自己看看 几点了 我跟你说啊 这次我要的模特 一定要高大 威猛 英俊 潇洒 跟我一样 又帅又爷们 就这下 这天 怎么猫眼 手眼前给他堵着 哥 咱把小广告全塞在家门缝 考虑也好 这是 英语四六级包裹 月扫包母 家政服务 马家屋根拍酒技巧 管道疏通 家电维修 高价回收 动场下走 北京到哈尔滨硬座 哥 我发完了咱走吧 走回哈尔滨呢 你要干啥 我要票啊 你要票你敲门 人家开门你怎么说呀 你就说你发小广告的 我不说我发小广告的 我说我这是传媒大学的 行你就说你传媒大学的 你就敲门 人家就问你 人家就问你 哎哎哎哎 你传媒大学上我家干啥了 哥哥哥 哥什么玩意儿 哥 你要瞎那你 哎呀我去 闹什么玩意儿 帮我都推人家来了 哥 假人 你们模特公司 能不能靠点谱 这俩模特第一次跟我见面 就迟到这么长时间 行了你别解释了 我不想听你解释 就这样再见 我的体 下银 快快给人下坏了 快抢救我 人工呼吸 快点快点 住嘴 你们怎么进来的 门没锁 我俩就进来了 门没锁就不能敲敲门吗 你们公司是不是都像你们这么没礼貌 有礼貌也干不了我们这行 干我们这行脸皮就得厚 脸皮厚 来把手拿下来 我看看你们脸皮能有多厚 把脸挡着边上再看见了 把手拿下来 我看看你们形象啊 哥 一人做事一人当 你要看你看我 要看看我的 别看我的 我的天哪 My God 你们都长成这样了 还好意思互相攀比 你们公司对模特的要求 还有没有底线 模特 是 我们就是模特 对 我们就是底线 我没有侮辱你们的意思啊 我跟你们公司说的很明确 我要的模特 英俊潇洒 高大 威猛 帅气 但是你们的形象都很巧妙地 避开了这几个形容词 看看你们自己那模样 怎么长得就跟闹着玩似的呀 你俩多高 我一米八 我一米八一 你俩就差一厘米啊 你有一米八吗 我 一米八 我受不了了 我要给你们公司打电话换人 哥 换人咱们不就露馅了吗 大哥 你别打 大哥你看你长那么帅 能给我们这些长得没你帅的人 刘强活路 是 坐吧 别给我戴高帽 我不吃这一套 你们的形象虽然不太上道 好歹审美没跑偏 咱们呢 试衣服 哥 咱装什么模特 咱赶紧走吧 不装模特 怎么找我 就漂亮 找妙 你们平时拍过广告吗 拍啊 我们就是拍广告的 我一天能拍五百多张 我哥厉害 一天能拍一千多张 呦 那拍的不少啊 能拍多少 主要取决于这个墙面 平不平 平 那个我们拍的是平面广告 来换上吧 那你们有资料吗 最好是视频资料 视频 小区监控那应该有 什么都没有 我怎么了解你们呢 这样 你们走一段我看看 走啊 你们这腿是刚长出来的吗 走起来 我的天哪 买尬等 我做服装设计师这么多年了 还是第一次看到有模特 能把自己的腿系上 而且还是死扣 你们是一点经验都没有啊 大哥你过来 想象一下啊 你现在是一个保安 你正在巡逻 因为你们身上穿的是 我最新设计的新款保安制服 来 巡逻 你是保安不是小偷 自信一点 过了 小保安 是小保安 不是矮保安 行了你正在巡逻 你发现了一个贴小广告的 你要制服他 好了 小哥你过来 行不行哥 想象一下啊 你是一个正在巡逻的保安 你发现了一匹马 突然马晕倒了 你要给马做人工呼吸 坐 马醒了 好你骑上马飞奔 这时候到地方了来下马 然后我就 我看出来了 你们不是缺经验 你们是缺心眼啊 对不起了 我必须要换人 大哥你看你长 你看你长那么帅 帅人不计小人过 哥咱走吧 咱不理这个美男子 请留步 怎么还有点舍不得你们呢 是你们的诚实 再一次打动了我 来我给你们一个节奏 跟着节拍走 准备啊 玩难图难 随难 4 英语听不懂吗 这儿我给你们翻译过来 就是一和二和三和四 溜达 好然后摆一个姿势啊 特别帅气 看见没有 不是 我说怎么那么眼熟呢 你俩是贴小广告的 我要举报你们 别别别 你别举报我们 帅哥 美男子 帅哥 是好屎 姑爷啊 我是六楼的美男子 对 我要举报啊 你凭什么举报我们 我们贴小广告怎么了 一年辛辛苦苦 也赚不了多少钱 还总被举报 赚点钱还不够交罚款的呢 就想往你家门缝里 塞点小广告 还把火车票塞进来了 就这么点小事 你至于吗 哥 我要回家 回家 你们回家 你们回家 你们回到家以后 看见屋里院子里贴的全是小广告 你们还愿意回去吗 你们认为贴小广告是小事 但是对于整个城市来说 这就是大事 你们来到这个城市 这就是咱们共同的家 你们不拿这当家 这怎么把你们当亲人 不管你是城里人 还是哪儿的人 咱们都是一家人 行了 问你们个事 这火车票 是你俩撇进来的 手劲够大的 都撇我礼物去了 拿着票 回家过年吧 明年回来 别贴小广告了 要是瞧得起我 就跟着我干 行 你这个头 多适合当模特啊 我呢 你这个头 稍加训练 肯定能接着好多同装的活 走吧 谢谢大哥 大哥 怎么意思 没完没了了 今天还非要一决雌雄吗 来 你俩过来 我凉死你俩 来 大哥 你不说 这是咱们共同的家吗 我们先把家收拾干净 再回去过年 为什么呢 你这种纸配老板 你这脸哪 他拜计的不是天真 是无锡 攻击总 战斗死你偶远 你必一种 一串目 是得好 叮个龙东枪 第二季湖北战 大花香 都游玩 光传承还不行 还要传唱 大花 一串 夹江浩子 是中国的 Chinese Blues 有你们在 中国的戏曲 就会有光明的未来 周五晚 叮个龙东枪第二季 敬请期待 大花香东流啊 天上的星星 喝点没 说走咱就走啊 你有我有全都有啊 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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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走乐 芳芳活活 参北斗啊 嘿嘿 闯九州啊 嘿嘿 闯九州啊 替亲行道 劫复尽敌 麻花山众兄弟 哥哥 今天是正月十五 对于我们麻花山来说 是个团圆的日子 没错 哥哥 今天对于哪个山来说 都是团圆的日子吧 管他呢 来 发言笑 不要乱 对于我们麻花山的这个规律 这个大家还是要遵守的 排名越靠前分的就越多 好 来来来 你的七个 红豆馅的 谢谢哥哥 你的六个 芝麻的 谢谢哥哥 你的五个韭菜鸡蛋的 你呢 四个 五人的哥哥 五人的 谢谢哥哥 你的三个 红糖的 哥哥 红糖的应该包成三角形吧 给你两个弟弟 大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哥哥 我这是馒头没有馅 没错啊 就是因为没馅了才给你两个馒头吗 那我也不能正月十五闹馒头啊 哈哈哈哈 不馒头呢 来给你个可爱点的 哈哈 哥哥 没这么凑合的吧 那你给我发筷子干啥呀 直接给我个拍不就完了吗 哈哈哈哈哈哈 哎 石娘 你说我这排名怎么这么靠后呢 我哪比他们差了 论武功 我比他们高强 论贡献 我比他们突出 论气质 我比他们爷们 弟弟 就最后这一项 把你的平均分拉下来了 那论博爱 我护石娘 护了石娘这么多年 你们谁做到了 就凭这一点 我也应该往前拍 哎 你怎么跟哥哥说话呢 兄弟 说得好啊 哥哥 哎呦 来晚了 哎呀 这个林冲凉兄弟怎么才来呀 冲凉去了啊 哎呀 这大过节的也没给大家带点啥 但是我带来了一位 一泊云天 视金钱如粪土的船夫朋友 我俩是一见如故 死活儿要跟我过来呀 少跟我扯犊子 你坐船不给钱 你不给我钱 我可不得跟你过来吗 给钱 这个 见各位兄弟心切 这个出门忘带银两了 这哪位行的方便 欠这位兄弟多少钱 十文 哎呀 这吃元宵怎么还吃醉了呢 哎呀 五科松兄弟这么好的酒量 都挺不住那些 哥哥 这元宵是唠骚的吧 哎呀 酒劲挺大呀 对 唠骚的唠骚的 哎 馒头可没有唠骚的 哎呀 哎呀 我这馒头有毒 你说你们这几头算你 还称兄道弟弟呢 行了行了 钱我不要了 哎 哎 糟糕是唠糟的哈 没什么厚劲儿 睡一会儿就活 我来了 幸亏我内力深厚 要不这毒都逼不出来 来来来来 今天过节咱们喝酒 来来来来 今朝有唠骚今朝醉 来来来来 兄弟兄弟哥哥 刚才我再给大伙发元宵 你来晚了 这是你的 这啥也没有 谢谢哥哥 朋友 你也看见了 这是我哥哥 刚刚送给我的 这满满一袋元宵扎跟面粉 回家好好充满糊糊喝 剩下的还可以贴贴对联 你在这儿糊弄谁呢你 把钱给我信不信我笑你 哎呀你别追我了 我没带钱呢 你信不信我笑你 别追我了我没带钱呢 你给我站住 别追我了我没带钱呢 你给我站住 把钱给我 别追我了我没带钱呢 你给我站住 把钱给我 别追我了我没带钱呢 你给我站住 把钱给我 别追我了我没带钱呢 你给我站住 我把钱给我 我说兄弟 别追了啊 不就是差你十文钱吗 哥几个 一时半会儿肯定是凑不齐了 别追我了没带钱呢 这样我给你打个欠条 十文钱还打欠条 今日欠 怎么称呼 不祭贫 傅祭贫 劫他 劫他 干什么呀 劫我干什么呀 祖宗教导过我们 一定要 劫傅祭贫 傅祭贫 你让我们找的好苦啊 我叫傅祭贫 你们就解呀 那我那邻居叫梁子 你们怎么不解呢 祖宗还说了 一定不能 解梁子 哈哈哈哈 我也纳闷了 你说祖宗 为什么单单就跟我们提这两个人呢 这是两个人吗 咋那么没文化呢 劫富济贫 那是个成语 劫梁子就是劫丑的意思 此话当真 我敢用我的姓名担保 既然你这么有文化 不如留在山上给我们当军师吧 哥哥 都已经有我了 就不用再请副军师了吧 我说无能啊 之所以大家伙找这两个人 找了这么多年 都是你教唆的 哥 不管怎么说 今天这两个人你是不是找了 倒是 是吧 这样就留下来吧 好不好 你们的意思如何 好 既然都没什么意见 那这事就这么定了 要巧逢今天是正月十五 你就排行十五吧 这是天意 哥哥 那我初一来的 为什么排老七啊 那会儿老天好像还没有这个意思 那那两天他干啥去了 那这 陆志商兄弟 你这算什么呀 我叫五颗松还排老六呢 你看 五颗松兄弟不光会打虎啊 更会打马虎眼 你排一百零六啊 别一百一百往下抹 哥哥 咱们这排名未免有点太随意了吧 刚才我就没好意思直说 咱们这名得重新排 别重新排 万一你再往后粗了一名呢 石娘 难道你就想吃一辈子乒乓球吗 重新排 且慢 哥哥不必重排 新来的副兄弟排十五 并不影响我 你排在前面 当然不影响你了 你有替我们排在后面的兄弟考虑过吗 是啊 你为后人想想 为后人想想 想想 想想想想 好了好了好了 这样吧这样吧 别吵了 排名这事儿 我说两句 说完以后 就按照我说的办 你们要给我抬 别扔太远啊 扔山腰上就行 别别别别 你看啊 啊 这样啊 这个 同意重新排名的 站那边 不同意重新排名的呢 站这儿 我说老二啊 你都排老二了 你还有什么意见吗 哥 我 我想搏一搏 你信不信我 我把你那皮搏下来 快回来 开始 哎呀你别追我了 我真没带钱呢 你别追我了 我真没带钱呢 你别追我了 我真没带钱呢 你就是我们 麻花山上的一个笑话 开始 那咱们这边 让谁先打这个头阵呢 这 哎呀 我一个厨子 我打什么头 哈哈来吧 哎 索尔姨 咱俩比试比试 你倒是挺会挑啊 以为我是个女流之辈 就觉得我好欺负 是吗 我就让你好好尝尝我的一指铲嘴蛙 哎特别辣啊 特别辣 原来你是不啪不啪拉呀 那我就让你见识见识我的空手夺白刃 哎 哎 来吧 哎 兄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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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索尔姨 点到即止 一比零 嗯 哎 谁敢挑战我鲁智商 来个厉害点的女的 啊 老娘可不是吃素的 啊 石娘 啊 你对自己下手太快了 啊 你对自己下手太快了 我都没来得及护你 鲁智商我跟你拼了 哎呀 我要干嘛来着 你好好想想 你等会儿我想想啊 刚才我从这边 然后 哦 石娘 你对自己下手太快了 我都没来得及护你 鲁智商我要跟你拼了 哎呀 现在想好了吧 你是谁 我是谁 我就让你认识认识我是谁 哼 我练过 大红拳 小红拳 八仙拳 地躺拳 通背拳 小红拳 少林寺 贪腿花拳 小架头拳 原来长拳 进了短打一方起扣 山崭通拳 拳兵万挂手期间 哎 滴滴滴 嘟嘟嘟嘟嘟嘟 倒是晃口气 我赢了 他谁呀 这一个个的拳头抄 女流之辈比试 算什么英雄好汉 无能 敢不敢跟我比比 李葵花兄弟 挑一个文人比武 就算是英雄了 你少废话 今天过节 咱也别动刀动枪了 这样咱们文斗 文斗 怎么讲 咱们比一比嘴皮子 小红拳拳拳 我就来吧 绕口粒 一窝鸡 大鸡 小鸡 鸡狼 鸡 大鸡 大鸡 小鸡 大鸡 小鸡 不如是鸡 跳 天鹅之家 大圈鹅 小圈鹅 圈鹅 圈鹅 老圈鹅 竟敢逼我出绝招 好 哥哥 打八球 圆圆的春风迎面吹 小花就躲开 西草地妖蛾 成妆团呀 新人请花开 哎呀 哎呀 你比小花还美妙 将我挽舞跳 哎呀 哎呀 秀情最后来 记住我这 我在这 趁着你回来 趁着家乡再做安全的开花 哎 放我赢了 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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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走啊 你不能走啊 没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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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 我这儿小咪挡了一战 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 其实是哥哥错了 哥哥不应该让你们 为了几个元宵大过年的 争得你死我活的 一会儿哥哥就上后厨 把哥哥藏好的 那半宽元宵拿出来 煮给大家吃 行 哥哥 我也把我的元宵拿出来 大家一起吃 对 我这馒头也给大家吃 哥哥 我这糊糊也拿出来 哥哥 我这乒乓球就不跟大家分享了 万一吃完了再蹦蹦了 谢谢弟兄们 我多想我们就像这锅里的元宵一样 能够团团圆圆快快乐乐地在一起 十五 哥哥们 爬上来了 谢谢两位客客 刚才没把我扔太远 什么排不排名的都不重要 因为我们是一家人 因为我们是一家人 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有了不久的同享 有了一人同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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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是一家人 上个月我买了一个床头灯 声控的 该睡觉了 我就说灭灯 灭灯灭灯灯灯灯灯 还亮着 亮一夜吗 后来我换了个口令 他灭了 你喊着啥呀 老公拔茶销 小乔 不是我说你啊 你还真把自己 当卖人了 那饮料冰箱里有的是随便喝 桌上的花生瓜子随便刻 大过年的跟你瞎刻起啥呢 快点 小乔